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夫妻之間不敢說是 有孩子沒孩子 這都不用說 但是人家家夫妻要洗我們 你既然當了夫妻 你說要怎麼分開 很難分開 近視媽咪看到 最根深的那些問題說 你沒有親自去面對她 這個問題永遠不可能圓滿 所以近視媽咪就好像拿一個鞭子 一直鞭著我 往前走 往前走 去面對 往前走 往前走 去面對 即便我自己去醫院的時候 我看到醫院志工 我就有一種很安心的感覺 我就覺得說即使我現在面對病痛 或是說我現在不知道 找哪個方向的時候 我舉凡我找到任何一個志工 他都可以跟你很明確的指引 還有給你一個很好的安全感 原來很多事情要趕緊做 你要想的當下一有機會就要做 那要珍惜很多 你現在還有能力做的事情 他就跟我講說 他想當大敵老師 我就嚇了一跳 我說奇怪 你怎麼會有這種念頭 而且他的志願很想當老師 所以他就有看上人開始說 我們就是可以當醫學院醫生的老師 他想說當醫生的老師 這個是很何等的光榮 所以他說他想要大體捐贈 我們現在就能說 我們有這首歌 所以這個我是你 我們在這首歌 我們也要等她 我們在這首歌 我們在這首歌 我們都不賭那麼多 請您的愛 我們真正在 我才願意 欧姐妈妈来疼小孩 你说好不好